望洞庭湖 赠张丞相 孟昊然 八月湖水平 含须混泰清 弃征云梦泽 波汉岳阳城 玉记吴州吉 端居齿圣明 左官垂吊者 徒有献于情 这是一首干叶诗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孟昊然西游长安 写了这首诗 《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 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 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身份 才写得那样委婉 极力泯灭那干叶的痕迹 秋水盛长 八月的洞庭湖长得满满的 和岸上几乎平街 远远望去水天一色 洞庭湖和天空 结合成了完完整整的一块 开头两句 写得洞庭湖 极开朗也极寒魂 汪洋浩阔 与天相接 润泽着广袤大地 容纳了大大小小的河流 三四句识写湖 契征句 写出湖的丰厚的续基 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 都受到湖的滋养补育 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 郁郁苍苍 而波汉两字 放在岳阳城上 衬托湖的澎湃动荡 也极为有力 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冰城 好像色缩不安地 匍匐在它的脚下 变得异常渺小了 这两句被称为 描写洞庭湖的名句 但两句仍有区别 上句用宽广的平面 衬托湖的浩阔 下句用窄小的立体 来反映湖的声势 诗人笔下的洞庭湖 不仅广大 而且还充满活力 下面四句转入抒情 欲记无周急 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 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 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 要找出路 却没有人接引 正如想渡过湖去 却没有船只一样 端居齿圣明 是说 在这个圣明的太平盛世 自己不甘心 闲居无事 要出来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是正式向张丞相 表白心事 说明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 可是并非本愿 出事求官 还是心焉向往的 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 于是下面再进一步 向张丞相发出呼吁 垂吊者 暗指当朝执政的人物 其实是专就张丞相而言 这最后两句意思是说 执政的张大人哪 您能出来主持国政 我是十分钦佩的 不过我是在野之身 不能追随左右 替您效力 只有突然表示 亲献之情罢了 这几句话 诗人巧妙地运用了 临渊献于 不如退而结往的古语 另翻心意 而且垂吊也正好同湖水照应 因此不大露出痕迹 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 是不难体会的 作为干业诗 最重要的是要写得得体 称颂对方要有分寸 不识身份 措辞要不卑不亢 不露寒起相 才是第一等文字 这首诗 唯婉含蓄 不落俗套 艺术上自有特色 本文作者刘一生 朗读 白云出秀 防御